你 與播出 歡迎回到愛媛大電視繼續欣賞2016 ITTF 世界巡迴賽年終總決賽的轉播 在賽程第一天 壓軸溫靈送上的比賽將是男子單打16強的對決 將由日本選手水谷主人 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銅牌得主要來對決 來自南韓的陣容值 今年賽季的陣容值在 里約奧運其實也有著不錯的表現 甚至一度威脅到最後的金牌得主馬龍 靠了這樣優異的成績 那陣容值最後在今年 中國拼超聯賽開打之際 也獲得了 這個上海隊的邀請 讓他能夠前往中國磨練 跟許欣當隊友 當然陣容值也有這種 南韓 非常強調 進攻的這種風格打法 人來風 如果場上狀況好的時候 真的是 見神殺神 見佛殺佛 在打球的整個 打法上面有的時候會 進入忘我的境界啊 最重要就是不要讓他打順了 對 如果想要戰勝他的話 那目前的陣容值 世界排名也衝到第10名 在今年的年終賽上呢 他是名列大會第12號種子 右手橫排 進攻型的打法 場邊也可以看到 這是由選手轉教練的劉承銘啊 是 2004年 雅典奧運的 男子單塔金牌啊 在那場球呢 讓王浩 奪金夢碎 沒有金牌也是 變成王浩的這個 退役的最大的遺憾 對 沒錯 那場球 有神秘也算是打風了 所以男人選手其實 都有這種 人海風的特質 對 當然這一切一切的 也都是從非常紮實 苦功的訓練 所培養起的 對回想起那場球 就可以看到 嗯 劉承銘的步伐 對 真的因為他是直拍選手 老式直拍 所以他是單板 所以非常重的就是他的 腳步移位 還有預測球的能力 所以那場球 可以在正手大角度 踩大交叉之後 兩個後交叉再加上微調 再馬上在 左半台再用正手 再發力進攻 就像腳踩瘋火輪一樣 對 當然今天水谷准 今年賽季也是有著相當不錯的突破 特別在奧運會上 不管是在男子單打或是男團幫助日本隊 站上頒獎台 那水谷准都可以說是頭號工程 目前水谷准的世界排名也穩定的排在前十 在12月份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裡頭是排在第五位 也是今年年終賽的第四種子 水谷准過去曾經有四次參加年終賽的經驗 那包括在2010年跟2014年呢 是兩度拿下這將賽事的冠軍 在今年賽季呢 水谷准也拿下了三座 公開賽的男子單打冠軍頭銜 包括了澳洲戰 斯洛維尼亞戰還有波蘭戰 三戰的賽事 而且水谷准今年在里約奧運 奪運奪童呢也成為了日本 南隊 在奧運奪牌的第一人 算是為日本桌壇揭開新的一頁 左手橫拍的打法當然水谷准他的 防守也是 非常強悍 尤其是在 中台防守之後去轉進攻尤其是反拉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穩健 而且在近幾年來講他主動進攻 也有 蠻大的進步 對 就讓他得分的手段是更多 以前他的打法就是比較溫 就有點像薩姆索諾夫的打法 以防守為主 但是現在他第三版 尤其是正手的搶攻的命中率 質量整個大幅度的提升 好這樣比賽正式開打 第一局要先由日本選手水谷准來發球 開始在第1分發了一個不賺的 開始在第1分發了一個不賺的 直接靠著發球拿分 誒 也是一個發球失誤啊 難道發球失誤真的會傳 前一場我們看到馬龍跟李平的比賽當中出現了相當多次 發球失誤送分的情形 好球 第三版正手位偏高的短球去利用正手的調打得分 2比 男選手陣容紙暫時領先 今年24歲 非常年輕的選手 好球 進攻兩大角度 快帶啊 看似要來不及了但是 用重心跟住這顆球之後用小動作的 手腕 手指頭 去做摩擦 3比2 好球啊 這顆球雖然 被水谷準先擰起來但是在下一板的銜接 正容紙給了一個非常直的直線進攻 那水谷準最後 一位過來的時候稍微晚了一點了 對 3比3 來 壓著水谷的反手打 哎呀 反而自己手上的感覺差了一點 對 對 眼看這個節奏已經掌握在自己手上了但是正容紙沒有把握住機會 這球還是想要在出拍的時候再做一點右側旋的勾 還是想要去勾住 水谷準的反手位 中心在開賽反手搶第一時間 直線或者是中路的進攻 掌握得非常好 挑戰中路拿分 4比4 雙方第一局已經三度戰成平手了 3 5 雙方的回球節奏都非常的快所以 雙方在正守位的進攻 尤其是在拉球的時候現在都是 帶有 快帶的成分在都沒什麼時間可以去拉大手去下重板 只強點 去強時間 對 搶快 再一次的打拼 水果準喔 近幾年來講也都在俄羅斯的聯賽打拼喔 所以也非常習慣的跟歐洲選手就進行這種多拍來回的對抗 沒錯 他的打法本來就適合去打歐洲型的台語的柏索啦 對 很適合那邊的求風 對 6比6 來到第二次的毛巾暫停 不轉的 哇 這個球跳過來到正手用反手擬有點勉強啊 哦這個球沒跳起來 這是 球有時候的彈跳不規則啊 對 哇 完全 跟這種只想的位置完全不一樣 彈跳的點面比較低喔 對 有的時候球的問題有的時候是檯面上面 有一些可能膠皮的碎屑 不過因為這樣子也讓水果準的是連續拿分啊 成功的防守 哇 漂亮的反擊喔 水果準 所以總之這一分其實已經盡全力在拼搶進攻了 對 但是 陷入還是被水果去抓住啊 而且這顆球在沒重心的情況下 用謹慎的一些重心去完成最後出拍的動作啊 這是水果準他控制身體的能力啊 對 我剛剛水果準也發了一個非常完美的球啊 從外側 拐進來剛好貼著球台邊 去利用球台右側的角落 讓 這種只碰不到球啊 對 最後這一分 這種只想要轉反手沒有成功 也讓水果準連拿五分的姿態 1比7贏得了比賽的第一局 現在1比0暫時領先拿安全手陣容值 五圍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二大電視繼續欣賞2016 ITTF年終總決賽的轉播 水果準跟正榮值的交手 第一局的比賽 水果準 最後連拿五分喔 幾次漂亮的 防守轉進攻喔 再加上發球落點的 這個運用 讓正榮值 在第一局的後半段 完全被壓制住 沒錯 而且在 第一局裡面的戰術 很明顯的正榮值都是盯著 水果準的反守位去做進攻 而水果準一逮到機會 都是直接 往正榮值的正手大角度 去把落點去帶開啊 哇好球喔 加速的往 水果準的正手 對 破壞了第一局的習慣 第二局由正榮值 先持得點 這次的揭發球 沒有出力號 直接吃旋轉了 還是一樣剛好出桌的球 第一局也有一顆類似的球喔 讓正榮值是連球都沒打中喔 因為剛好是在那個角 裡面 第二局主要還是在 搶快點喔 希望盡可能 早一步的去摩他要球喔 沒錯 投場球 哇主動逮到進攻了 就看誰油門踩到 讓對方受不了的程度喔 雙方都要比快的 比強悍啦 嗯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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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雙方經 打球 還是頂著反手會進攻 哇 打到了水谷的套路上了 在中遠台一打到機會 馬上用正手去轉進攻 這就是水谷打球的特色 它的風格 不只黏 他還會打到機會去轉進攻 而且他在中遠台去抓的弧線是比較高的 變成那個位置拉回來的球 有點像薩姆松露那種打到比較高的球一樣 會讓接球一方覺得這個球很容易衝得很高 對 就比較頂的感覺 會被頂到 不賺的 哇 偏高 直接遭到了水谷準的痛擊啊 對 這個球 擺高 但是是短球 但是水谷準直接重心往前趴 在台內去做進攻 其實從那些近身位的舊球 跟剛剛這球就可以看到水谷準 身體的柔軟度要非常好 對 對 哇 這個球也是 哇 已經是蹲在地上回擊了 哇 反拉 被變線再救回來 再救回來 又反拉 哇 漂亮的一分啊 這一分讓場邊的邱建興教練 忍不住站起來鼓掌了 三次的攻防轉換啊 哇 今天 打到中遠台了 水谷準就像打不死一樣 對 跟他打就是這麼討厭 球就是一直回來 然後你質量稍微一給低的時候 他的進攻 就會馬上再抓到他手上 現在來到第二局的中半段了 氣勢被水谷準給扭轉回來了 這種只一度取得4比1的領先了 現在反而是2分落後 今天攻勢還是相當犀利的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水谷準也化解掉 對 7 喔 回百沒有進喔 水谷準 這一波攻勢 現在連拿了6分啊 而且感覺還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啊 哇 其實有算到這種只回球路線 想要直接進攻直線啊 其實水谷這顆發球真的很聰明 他發的球會往這種指的身體拐 但是這顆球他故意發的比較歪的地方 再發到球台的右側邊 所以這種只是要 處理這顆球 只能去走球的右側邊 右側旋 所以要過桌子要過網子 所以只能給到水谷的側身位 對 這就是我們講到頂級的高手啊 他們的打法是去限制你能做的事情 對 對 他們就在下一板等你啊 所以往往有一些人會說 哇這些世界級水準選手 腳步真的一位非常快啊 但是其實他們盯的 可能就只有半台而已 因為他已經先預測到了 好想要去做一個另外一邊的大角度變線 先擋斜線之後 其實這種指已經把走半台完全讓出來了 第一時間水谷重心根 是要準備用正手去做反拉 但是最後知道這個球太追深了 臨時改用反手 對 8比6 水谷重心根還有2分領先 哇 去把右半台全部放掉啊 過來做一個反手擰的薄殺 我沒有想到正宏子這個球回檔的角度剛剛好啊 現在追到只剩1分差 水谷重心根會發 成功的擠壓到水谷的側身位 可以看到正宏子最後一版的出拍是非常的果斷 而且出拍的弧線是非常的高 連續拿到3分喔 正宏子也慢慢的重整旗鼓喔 把他的氣勢給找回來 來 哇 反手斜線 第三版這種子有點可惜啊 雖然也是有進攻但是質量還有弱點的選擇 是拉到水谷的手上 球來找球拍喔 對 那個球還可以稍微再拉刁鑽一點 或是質量還可以再重一點 現在水谷重心取得領先 勾子 三版的搶勾 讓正宏子再一次的追平 這2分的揭發球水谷都是沒有處理好的情況下 擺過去冒高 不像剛剛那樣子的勾手發球 要怎麼去接會比較好 怎麼處理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因為他勾手的發球 正常來講你要加旋轉你要去走 反旋轉 也就是剛剛水谷利用的拍面還有他的技術 但是 比較沒有辦法去做到這麼完美的情況下 剛剛的問題是在正宏子用 其他發球的種類的動作 前置動作 最後換成勾手 也就是讓水谷準最後一刻才知道這顆球變成一個勾子 所以他沒辦法去搶到第一時間 馬上去調好拍面先等在那邊去做擺短 所以他也只能去做一個批 9比9 輪到水谷準的發球 他是想要 側過來用正手去轉進攻啊 但是被追著身體打 幾乎要用另外一隻手撐地了 對 完全被擠壓到現在也讓正宏子逼出了第二局的橘墨聯 中路 轉到 左半台的直線啊 水谷準 拿到追平的第10分 這也讓第二局的比賽現在來到Deuce 輪到正宏子的發球 輪到正宏子的發球 這局兩個人又是護球領先啊 好球喔 這一次的搏殺成功了 對 對 在反手過來擺完之後 就沒有再往 反手去做補位了 就等在那邊了 因為他知道他擺到 正宏子的正手位已經破壞他的重心 他只能過度回來那個位置 現在 水谷準 逼出了第二局的局點 哇同樣的位置 換個線路喔 還是逮到了正宏子 水谷準 連拿3分 12比10 拿下了第二局的勝利喔 在這場對決當中 現在2比0 領先男安選手陣容值 好手水谷準 好手水谷準 李月耀運會男子單打的銅牌 要來挑戰個人生涯第三座年中賽的總冠軍 面對男安選手陣容值的比賽 現在水谷準2比0領先 在第二局當中呢 他是 克服了先被對方逼出局莫點的壓力 連拿3分扭轉的局勢 當然在這樣比賽之前呢 那也已經有3位選手是取得了8強戰的門票 特別是日本選手春聰熊斗 他以4比3擊敗了白俄羅斯名家薩姆索諾夫 另外馬龍4比2戰勝地主選手李平 還有香港選手黃正廷 再剛剛是4比3 打敗了日本選手松平健太 晉級到了8強戰 第三局要先由水谷準來發球 對球被鄭用石搶到了第一時間 邊線正手大角度 在對球彈道沒有夠準確的情況下 達到拍子的邊緣 嗯哼 別拿2分了 這樣子也換了發球發了勾手 啊 猶豫了 哇 這個是一個偏高的第三板 但是第一下重心的轉移是 盯著他的正守衛 算成只差0.0幾秒 但擊球的結果就差很多了 對 3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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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盤手去變直線 質量很高 而且帶有一點運氣的成分 打到了拍子的邊緣 這板球 所以彈跳的預測跟水谷準想的不太一樣 對 所以他只能先把這顆球先護過去 嗯哼 第三局 有時陣容姿喔 開局開得比較理想一點 哇 去抓準水谷準還原的心態啊 在同樣的弱點再給一個 可以從半頭中看到水谷準墊了兩步 是要去保護他的反手空檔啊 這就是看了對方的位置再來打球 對 這個就是打對手 不過前面兩局的比賽其實陣容姿都是在開局有優勢之後 後半段遭到水谷準的追擊了 所以 怎麼樣去保護自己建立起來的領先啊 就變成這一局 陣容姿 必須要去想辦法做到的 沒錯 開局開得漂亮 但還是要拿到第11分了 才算贏球 對 拿到一個勾手側上 對 這樣子的發球好像今天給水谷準帶來比較多的麻煩 對 可以看到這種時的發球 他同樣的動作 他有一個純的 轉跟不轉 也有一個左側的側上側旋跟側下 也有一個勾手的 右側上又側旋又側下 對發球的變化真的蠻豐富的 對 這樣算 加一加就有八種旋轉 還不含長球 但是你在最後一刻 他才讓你知道 因為 可以看到這種時的發球的爆發力 還有最後出球 身體去幫忙的隱蔽性 其實是非常好的 雖然說現在 依照規則來講已經是取消了 不能有這個隱蔽的動作 不過其實選手還是要 運用各種可能的方式 讓你的對手到最後一刻來知道 他們要接的是什麼樣的球 因為規定是不能用左手 但是規定沒有說不能用 身體 對 也規定沒有說不能用肩膀 所以其實 這個一般在訓練的時候 在練習選手的發球 其實也會強調說 怎麼去保護自己 這個觸球的那一瞬間 對 而且最基本的 也是要去要求 像我五國的青少年選手 往往就是 一種發球動作 應該是一種發球準備動作 就只有一種發球的旋轉 他沒有另外一側 或是其他發球旋轉的變化 這來講一種發球準備動作 要有辦法發出最少 五到六種不同的旋轉出來 不然的話 對手可能看到你用什麼準備動作 就知道你要發的是什麼 對 然後他的拍面就已經先調好 反旋轉的角度就先抓出來了 所以這部分的訓練可以怎麼去加強 這個就是靠你在發球的時候 你教練要去要求 而且發球有很多都是 教練要求之外 選手要自己去揣摩 自己要去看 比賽的影片 不管是跟 跟自己比賽的對手 他的痛處 自己的痛在哪裡 那可不可以把自己的痛 去放在對手的身上 像譬如說我比較怕的就是 對手發勾手 那我這個時候 我就會用我左側的預備動作 嘗試看看能不能 最後在擊到球的時候 去發一個勾手 對我相信我的痛也是大家的痛 所以這個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自己去揣摩 對 發球其實還是 比賽裡面蠻重要的一個武器 對 但是最 一剛開始你教練 必須要讓他知道說 你可以這麼做 對不然 有些選手會不敢去想 你要跟他講方法 原來可以這樣 甚至找影片去給他們看 這個就是 教練說的 一種動作兩種發球 兩種兩側旋轉的發球 所以你會建議選手說 可能可以模仿一些 比較知名的選手 他們的發球動作 對 或者是跟你自己打法比較相近的 國際級好手的影片 你可以多去看 多看多學 甚至沒有關係 然後再找到對自己 最有利的方式 最習慣的方式 沒錯 因為每個國際級的好手 都有你可以學習的地方 像水谷就是他的防守 還有中原台對拉的能力 還有剛剛 常常會看到的 被擠壓到的側身位 他用他的重心去做輔助 把位置去讓開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 值得學習的對象 然後打蕭球 如果你不會打蕭球的話 我建議可以去找 孔令輝以前打蕭球的影片 你就可以看到 什麼叫做旋轉的變化 尤其是他最後他在初拍的時候 瞬間的爆發力 真的 有的時候 用慢動作去重播 你還是覺得這顆球 無比快 那個 扭腰的速度 然後最後 初拍的那個 拍面的角度 真的 都值得大家的學習 這也是現在 網路時代的 資訊情很方便 其實對於選手來講 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這些比賽的影片 去觀摩跟揣摩 雖然說 實際下場打感覺還是會有落差 對 如果你可以想辦法 就是先自己去意向訓練 對 其實技術是最好練的 頭腦是最難練的 像今天 陪各位觀眾去分享 這麼多的比賽 其實最常看到的一個就是 發左側去誘導對手 去批要他的反手 去搶第一時間 而且反手搶第一時間 起來加賺之後 去給到對手的中間 或者中間偏正手的位置 去誘導對手反拉 這個是現在國際選手 很常去使用的手段 限制住對方 只能回哪個路線的球 對 有利於你下一板 來做進攻 對 而且我去強點 我也讓你 要反拉的時候 沒有時間去拉大手 去做反拉 那這個是普遍現在國際選手的 他們常用的戰術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 在平常在練球的時候 也拿來練一下 在剛剛毛巾暫停回來之後 正用紙並沒有守住自己的 第一個局點 現在讓水谷準 追成了9比10 怎麼保護住關鍵的分數 哇 吃旋轉 揭發的下網 我現在要更正一下比數 應該是來到10比10 水谷準的發球 哇 哇 這個等於是從球從外面 把這個球尾救回來 對 而且正用紙非常的不簡單 這板球 其實水谷準已經拉到 腳上面 有點帶插邊的成分在了 硬是把這個球去壓下來 現在正用紙逼出了橘墨點 哦 猶豫了 但是 水谷這邊也慢了一點 對 所以來到Deuce之後 讓正用紙連拿2分 以12比10 贏得了第三局 也使得 雙方在前面3局打完之後 比數變成2比1 水谷準還是暫時領先 謝謝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日本好手水谷準 出戰南韓正容直的比賽 現在即將進入到第4局 水谷準 水谷準 在前一局來講 沒有守住 他的橘墨點機會 而且來到Deuce之後 是讓正用紙連續得分 不過在這過程當中 正用紙也展現了 精彩的救球功力 對 而且在剛剛的最後一分 是使用二拍擊球 在第一個重心 第一個拍想要去處理球 是短球 但是這顆球是長的 他要從短球又跟到外面來 去做第二拍的進攻 雖然是有點判斷錯誤 但是也成功破壞了水谷準的 預測的重心 哇 重心加壓上來了 第4局 有水谷準先持得點 其實有時候看這些頂級好手的對抗 這個 往往也就是最後那一瞬間 你怎麼去控制你的身體 對 跟調整出手的位置 沒錯 這個就是預測還有重心 還有核心 而且這些都是在很快的來回當中完成了 對 對 而且這個就是 用意向訓練你先想好 不然你光用你的眼睛去看 彎彎準是來不及的 所以有些時候選手這種 就是想記球 跟他們去想下一板的這個能力要變得非常好 對 而且你要去抓對手的心態 因為打球 有的時候就算是失誤 失分 如果你是一個選擇性犧牲的分數 是為了你之後 方便你之後的配球的話 其實這個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這個時候 你要去抓對 對手說 這顆球是真的他想要這樣打 還是他是 拼看看 看看能不能去破壞我現在的配球 然後你要去抓對手的心態 如果你抓準對手的心態 然後去看他 去跟你這顆球 這板球的移位 或者是準備 拍面 或者是重心 身體的角度 你大概就知道他要怎麼打了 被這種子給拚了回來 直接用反手喔 這個在家裡去回檔啊 對 看到擠壓到水谷的側身位啊 2比3 這次就是把水谷整 限定在他的右半台啊 對 鎖在他的反手位啊 而且在這條線路 正宏池今天表現 角度抓得非常的好 非常大 所以會看到很多水谷是硬撤的 3比3 這次的揭發 沒有處理好 讓水谷又拿回了領先的分數 現場好像傳來這個 小朋友的聲音喔 其實做球比賽過程當中 這比賽的現場通常都要很安靜 對 但是我相信應該 是看到 這麼高技術水準可能也瘋狂啊 小孩也瘋狂啊 會是這樣子嗎 哈哈哈哈 那如果 這種小小年紀聽這個聲音 應該是還蠻小年紀的 看得懂的話 他就是不簡單 剛剛 其實兩位選手也稍微再多等了一下 至少先讓這個 鋪聲消失之後 再來恢復比賽 對 桌球這麼快速來回的運動 其實是需要非常 強的這個集中力 對 一個聲音 然後一個閃光燈 可能都會影響你的注意力 4比4 勝手拉中路得分 對 拖手 一次突然性換一個勾手 效果都非常好 等於也是今天 正用之在發球段的殺手劍 對 這也是需要配球的 你還是要把你對手的注意力去配到 他會認為你要發左側 這個時候你突然配一個右側 不管是勾手還是逆側 其實才會有效果 這個哭聲來了 剛剛好就在水谷要發球前 趕緊再退離球台 重新整理一下情緒 快點 快點 趕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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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連續兩次喔,從水谷的發球當中,拿到分數 這樣子,現在在第四局後來居上 來到地瑞斯的毛巾暫停,藍藍小將現在7比5的領先 好球 哇,抓回來,哇,可惜 水谷準,這個眼看這塊肉送到嘴巴邊啊 但是沒有撕下去啊 我最後想要用撇拉的,去走一個逆向思考 手上的感覺是差了一點啊 接下來馬上去進攻對方的發球 水谷準拿到第六分 剛剛錯過的機會了,馬上把分數給淘回來 來 好像都是站在畫面的上方 都會被傳染 比較容易傳染,發球失誤的病毒啊 來到7比9 走 分到這籠子的發球 哇,防守想要轉進攻喔 但是這個側的還是有點勉強啊 對,而且這籠子,連續兩板之後他還是想要去準備正手 再補下一板 所以他啟動的重心是準備在正手的 剛剛一根球判斷,球在反手 用最後出拍的能力去做直線的進攻 質量還加的上去真是不簡單啊 接下來這是水谷準啊 他防守的能力啊 對 已經算準了這籠子進攻的方向在哪裡了 就等在那邊啊 讓他的球找上門來啊 化解料到這籠子的第一個局末點 現在來到第三次的毛巾暫停 水谷準的兩次發球 哇 哇 在關鍵的分數上面的水谷準 竟然自己送給了對手啊 自勝的分數 在這個發球失誤過後呢 正容值是以11比8 贏得了比賽的第四局喔 這也讓他局數上面追平了水谷準 雙方2比2 贊成了平手 好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剛剛在第四局喔 水谷準 這也是很罕見喔 單局出現了兩次的發球失誤 也讓正容值以11比8 把戰局給扳平了 我今天 這感覺卡塔比賽現場好像 真的有發球失誤的病毒喔 對 從前一場馬龍跟 這個李平的對決當中喔 就已經出現了 三個 對 馬龍自己就三個了 李平加上去還要更多喔 那今天水谷準 跟正容值其實也都有發球失誤出現了 很有可能是場地的燈光問題 因為現在 發球拋球的都是以高拋為主 因為 重力加速度 你拋得比較高 你質量會比較高 而且隱蔽性 你甚至有的時候 可以不小心的 去引誘你對手 在跟這顆球的時候 重心的欺負 對 但是你拋得比較高的時候 往往你的球 現在球是白色的 會跟 燈光 對 是重疊的 一比 第五局開始 雙方評分秋色 秋間新教練 那也是出生自中國 後來到德國發展 並且在當地 也有自己的球管 那也 因緣際會之下呢 是認識了水谷準 那現在 秋間新也變成是水谷準的個人教練 加入到了日本的教練團裡頭 對 現在其實很多日本選手 他們的指導教練 都是出生中國 對 那其實像是 這個 剛剛跟江洛杰結婚的福原愛 或是石川家純也好而已 都曾經接受過中國 教練的指導 這讓他們 講中文都講得滿溜的 對 講得一口北京槍 比我還標準 東北話也是會講的 改天要問一下江洛杰有沒有多學 一些不同的腔調 對 對 這球接發球也是非常的強勢 可以看到鄭榮子的 接發球反手擰 跟一般選手的反手擰 比較不一樣 一般選手的反手擰 會 因為球是比較短的 所以他會去上 遲拍的那一隻腳 嗯哼 但是鄭榮子往往都是 就是只用上半身還有手 而且 初拍的動作是非常小的 嗯哼 所以整個突然性相對的會比較高 當然難度相對的也是比較高 命中率可能會受到這樣子的一些影響 對 3比3 鄭榮子的發球 最後一刻在初拍還是把位置去讓開了 這個球已經沒有辦法去用到腰的力量了 所以只能去把重型往下放的那個突然性 你看看能不能從這邊去找到力量 水庫淳 這次也是去走我正宏子的晉升位 一開始靠近球台了 所以還原的速度比較慢一點 4比4 這局來講 比分是交互的上升 關鍵的第五局 誰能贏下來就能取得聽牌的優勢 這是一個插網球 這個球有點可惜啦 因為配球突然配了一個 勾子 這個時候又要 重新再配一次了 斷球的護白 哇被抓主動 從成績板的過渡之後 這種子突然發難了 出發動作這種子算是非常小的 對 所以他的打法他的基本功 比較不像韓國選手 韓國選手就是出眾他的腳步移位 而且轉腰整個動作的正規性跟流暢 但是你看這種子往往 都是手繪戰比較多 這是從過去還是打這個 直拍單面弓的時代 其實男人選手他們的腳步訓練 跟他們整個正手的訓練 一向都是他們在國際作案上面赫赫有名的 對 剛剛那一分可惜啦 發了一個側旋的 也讓水谷擺不住的情況下 一個機會球 但是自己 掌握差了一點 總之自己的感受最深刻 對 把領先攻守讓給了水谷準 好球主動變線 久了一板回來之後 下一板沒有頂住 差了一點 差了一點 6比6 讓這種子要回了追平的一分 3 3 4 4 3 7 7 6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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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時刻,水滬盾今天穩定性還是相當夠 對 佳總之,想要進攻水滬盾的反守衛 出界 哇,猶豫了 在處理完正手短球之後的下一板 就把主攻拳又還到水滬盾的手上了 哇,偷了一個長球,而且又是主動的變線啊 速度上啊,這一分陣容只是壓迫了水滬盾 其實動作非常小 不太知道他最後出發到底要走哪條線 對,這個就是陣容姊他可怕的地方 速度上了 再咬了一分回來 現在兩位選手又只剩下一分差距了 在過去的對戰教授裡頭水滬盾是佔有上風啊 不斷了 我非常聰明,走了一個左側旋 只給旋轉不給力道 所以這種只借不到力的情況下 回球力道就稍微差了一點 哇,他想都沒想到啊 這是水滬盾處理球的智慧喔 對 不見得要跟你比力量啊 不見得一定要用選手完全克制住你啊 這就是頭腦 水滬盾的兩個局末點 哇 哇 今天 在這一局裡頭,我這種只斜線喔 真的非常有殺傷力啊 哇,兩大腳的互相變現 都是在搶球起跳的第一時間就出手 化解掉水滬盾的第一個局末點 哇,中路喔 這個球只有插網出界,讓鄭宏植又一次了 這連續的化解了水滬盾的局末點 把比賽逼進Deuce 確實是一場激戰啊 這場的球比得非常的細膩啊 嗯哼 直接發力進攻啊 剛剛鄭宏植在正手在 顧這顆球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重心 但是他還是有辦法去加一點直樣還有旋轉上去喔 這個就是手感 嗯哼 我現在要面對到水滬盾的第三個局末點 哇 哇,就是直接揭發球的失分啊 有點太兇了 這球想要直接去借旋轉去往前跳啊 不加自己的摩擦的啊 嗯哼 11比11 這一局裡頭水滬盾已經錯過三個機會了 不過這次這種子反手來擰也沒有做好 現在12比11 水滬盾在1分領先的情況下呢 是叫出了暫停啊 希望在這個暫停過後能夠守住 這局第四個局末點的機會 這場比賽達到目前為止了 前五局就已經出現了 三局了得打到長局才能夠分出勝負喔 所以兩位選手今天 跟實力跟整個臨場的狀況都非常理想啊 對 這場比賽張力非常高啊 看得出來這種子的進步喔 從 2014年東京團體錦標賽 那時候中華隊打敗南韓的那場球 最後南韓隊就是輸在這種子這一點啊 敗給了陳建安 不過這種子這幾年來講 在南韓國家隊的地位是越來越重要 對 這也是主持人近期的出賽量已經是 跟過去來講下降非常多 所以這種子要 扛起等於是南韓第一單樣的工作了 站立回來 水谷準的橘末點 出王重發 出王重發 球啊水谷準 靠了這個幸運得分 守住了自己的第四個局末點 13比11 水谷準贏得了比賽的第五局 現在3比2 要回了領先優勢 開始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日本好守水谷準跟南韓 選手陣容值的交手 現在來到了第六局 剛剛在歷經長局之後 結果最後是一個令人意外的據點啊 水谷準的插邊球 讓他最終以13比11 贏得了第五局 現在也取得3比2的聽牌優勢 暫停過後能夠以 以這個幸運分作結啊 這個算是 這個買賣是還蠻划算的啊 雖然用掉了寶貴的暫停了 但也拿到了 寶貴的一分了 對 而且剛剛那一局是非常關鍵的 現在第六局要先由最終值來發球 中遠台 這個球出拍的弧線壓得太低了 中遠台 中遠台 這個球出拍的弧線壓得太低了 第一分喔 就看到 水谷準特色的搭法 正在中遠台 防守 找機會反攻 我分數是讓正宗直接拿到 哇 守得漂亮 這兩分 這兩板球都是非常高技術水準 水谷準這顆球 抓了一個左側會拐的 可以把角度去帶開 剛剛正宗子 重心也跟得非常好 對 跟著這個球的彈道 沒有被這個側拐給 影響到 不過 這邊 水谷準 又是畫面的上方 出現了發球失誤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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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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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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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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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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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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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用有拿分啊 因為就算對手防禁他也只能用擋的 因為你搶到第一時間 縮短他準備還有預測球的時間 他也只能用擋的 然後他想要去拉大手他誤會失誤 他可能就多了 不過這樣我們來到第六局了 這個 絲毫沒有受到局數落後的影響 鬥志然相當高昂 擦邊球 算數這個 有受到發球失誤的影響了 丟掉不少分數 不過水果準的球運也算不錯 對 好球 直發球主動的擺短之後破壞這種值的重心 直接在那邊等到那個位置去反手擰 今天水果準他要反手一些搶攻的突然性 真的不是很那麼好預測跟防守 對 追到剩下一分場 勾手 送到了水果準的空檔 其實最後這板 這種值的反手他也算是沒有預測到的 他也是在這顆球行進過程中 他才硬跟來的 就是這一板喔 對 他的準備還是在準備第一時間是準備正手 中路的球喔 水果準 適時的調整了他的出掰 想要再用他的反手來搶分 有水果準 這次急球出界 這種值還能保持小福的領先喔 來到第二次的毛巾暫停 哇 雙方的皮快啊 非常好適合來回喔 就好像打回到一開賽這個節奏 不過水果就一直盯著他反手的斜線打 轉球 這種值心發動喔 這短球 水果準被破壞重心 但是下一板的防守 有把整個節奏去抓回來 最後一板太可惜了 這次也是抓著水果準的直線 總之要說我的反手速度我不會比你慢啊 對 因為他動作小 他需要的時間可以很短 插邊 又是一個幸運得分喔 借我的水果準一命 9比7 輪到這種值的發球 能不能把戰線延長到第7局喔 那這一輪的發球很重要 至少先想辦法把局點給逼出來啊 對 哇 這顆球換這種值一個幸運球了 這也是一個插邊球 壓在白線上啊 總之說前面水果準拿那麼多分了 該還我一個喔 現在 也該還了啦 對 局點出現了 10比7 我們有機會再看到另一場7局大戰喔 好球 進攻中路拿到第11分 陣容直在第6局的比賽4分的差距打敗了水果準 也把這場比賽逼進了決勝的第7局才能分出勝負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陣容直跟水果準的交手喔 這是2016年ITTF年中賽男子單打16強的對決 來到了決勝的第7局 陣容直在第6局來講啊 這整個進攻團的殺傷力也相當足夠啊 現在就看到底誰能夠拿到第4張8強戰的門票啊 而且陣容直在陣守在挑球 挑的弱點非常的聰明 都會稍微去等一下看著水果的重心 結果 最後在初拍的時候還是盯著水果的中路去挑 哪怕 這個時候最甜蜜的時間點已經過了 但是他打的是點 他要去擠壓 去破壞水果的重心 所以打得非常的聰明 好球喔 決勝第7局了 第一球叫他先給水果準下馬威啊 哇這球打得真狂 所以跟南海選手打的就是 最怕他們把那個 血信 對血信 激發出來的時候 好球 一旦狂起來之後越打越狂 但是也比較小看日本的武士魂啦 開局 陣容直連拿2分 現在看看水果準能不能再揭發環以顏色了 很高 手注意板 這個球也是球去找球拍 嗯哼 拉的線路剛剛好就拉到水果的手上 對 合比還有1分領先 放高球 好球 雙方都不敢水果那邊線 哇反拉 水果準的機會來了 哇 這來回的板子有點多喔 這種只可能拉到有點累了 對 這個就是水果的大絕招啊 他夠黏 雖然打得不是消球喔 但是照樣守得讓你很痛苦 對 對 2比2 雙方在第七局了 都是先攻破了對手的發球 再來 直接反拉漂亮 哇 真的就像打不穿的牆一樣 對 而且你質量稍微輕一點他馬上就轉進攻了 沒有把握一開始2比0的領先優勢喔 現在陣容值也必須要用上他的暫停了 水果準過去的幾分當中展現他非常優異的防守 還有手中反攻的能力啊 對 劉承銘教練啊 在 桌球 從1988年漢城奧運 開始了 成為奧運的正式競賽項目之後呢 包括劉承銘在內 只有3位非中國籍的男子單打冠軍喔 除了劉承銘在2004年的 雅典奧運之外 第一屆的漢城奧運 是由劉南葵 拿到南丹的金牌啊 在下一屆 1992年的亞特大奧運呢 則是 瑞典的球王 華德納 贏得了第二屆 奧運會的男子單打金牌 那華德納當然 也完成了生涯大滿貫的成績喔 我們心目中的 桌球之神啊 魔術先生啊 去年也有機會 就是來到台灣 進行一場表演賽喔 對 同樣出身是 瑞典的傳奇佩爾森啊 而且華德納他的 這個打球的造詣啊 這個 搞不好他在 中國受歡迎的程度 比他瑞典還要來得高 對 因為他是中國的痛啊 嗯 最近一次中國男團 沒有辦法拿到這個 市井賽的 金牌啊 就是在2000年的 馬來西... 吉隆坡的市井賽 當時就是瑞典隊奪冠啊 對 判斷錯誤 兩跳還在桌內啊 這種只是沒有處理好 4比3 日本選手要回領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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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啊 我想剛剛在暫停 劉淳明教練 可能一直在叮叮陣容 只要運用到自己 這樣子的特色 對 先盯著水谷的反守衛 先讓他 重心定住之後 找機會去往他正手大角度去搶點 嗯 如果這種機 必須特別提防啊 水谷子今天 已經靠了這場 好像不少分了 這裡有點像 有點薄紗的意味在裡面啊 5比4 現在雙方換邊再戰了 水谷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哇 同樣的招式 這次這種只有擋住 接下來水谷子的銜接喔 還是做得很好 這次有反應過來 不過回擊還是比較被動啊 對 而且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水谷在發球 他的球其實 弧線比較高 但是他的球不太會跳 所以你要擺這顆球的時候 你很難去找到他的合力點 這次就是水谷發球的優勢 對 看起來他的旋轉不怎麼樣 但是就是讓你接得很別扭 很難去借到他的力啊 對 而且也非常擅長運用這個落點的變化 對 發到你的痛處 對 這其實可以講到 在這種世界排名前幾 前十 甚至前二十名的選手 其實他們的發球都很有特點 對 因為 雖然打到這麼高紀錄水準 大家比的不只是實力球 最重要的還是你發球接發球 你的前三板 嗯哼 怎麼去控制住對手 對 7 4比7 4比7 這隻水發得漂亮 限制住了水谷準的選擇 對 這個也是前幾局水谷發給正宏直的Tone 現在還給他了 對 正手稍微出台的球喔 但是你想攻 感覺上好像水谷準在進攻喔 但是拉起來的球 確實剛好 到了這種計算的地方 可惜可惜 應該要攻進的球喔 但是水谷準出現失誤喔 因為最後這把你這種值 質量旋轉還是有加上去 在最後初拍的時候 有時候看你會覺得這種值 好像值一般的推檔 但其實它都有在加手上的旋轉 對 這種值它是打瞬間爆發力的 所以它不太需要提前的引拍 去拉手去轉腰喔 7比7 這種值要回了追平的1分 輪到南韓選手的發球了 角度代開 哇 哇 水谷雖然說第一波的防守有做到喔 但是最後 還是被這種值抓著它的反手 對 最後那顆球 故意把弧線抓高一點 但是拉慢一點 節奏上面稍微一點的變化 對 影響到了水谷的 節奏 對 8比7 這種值一口氣反超 還想要再去兩大角的變現 拼得有點兇喔 對 8比8 哇 反而被水谷逮到機會搶到點啊 其實過去的幾分當中 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 這種值能夠掌握到第一時間的擊球點 對 沒有想到 我這一次 水谷雖說要比快沒問題啊 已經預測等在那邊了 對我奉陪 現在水谷準 再次把領先給要了回來 這位球還是非常大膽地過來用反手擰中路啊 不想變成被動的一方喔 不想變成被動的一方喔 9比9 好 總之反手擰的這板 會有很爆衝的感覺 對 而且 動作又小 突然性又高 再一次的平手喔 7比7 8比8 現在來到9比9 輪到南岸選手的發球 這顆球也出乎水谷的意料之外啊 之前在放高球 都是盯著水谷的反手 都不太敢主動變線 這顆球很大膽 沒錯 攻破了水谷的兩大腳 現在陣容直 率先逼出了賽末點 第三度參加年總統決賽啊 總之希望能夠扳倒 總指排序比他高的水谷準 有了 最後反手進攻中路 突破了水谷準的防守 陣容直 在關鍵的第七率當中 後來居上以11比9 打敗水谷準 最後呢 也以4比3 扳倒了過去曾經兩度 拿下年終賽冠軍的日本名將 恭喜陣容直 晉級到了男子單打的八強戰 那麼以上呢 也是我們送上 在年終賽賽程第一天的轉播 非常感謝周東韻教練 帶來精彩的解說 謝謝 明天呢我們也將在晚間的六點鐘 繼續為您送上 年終賽第二天的賽程 請您繼續鎖定愛爾達電視 我是村府 跟您說聲晚安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